今天有五場的出賽一場的先對決大師用林志勝 今天林志勝在首安出爐之後呢 六局下半是遭到了 目前聯盟 對是球隊的需要 存在的一個不穩定的因素在 也有可能另外考量是 今天就算是 還是有個變化球 拐到了非常外角的滑球 第六局的那一隻 還是會用的滑球 變得是距離好在比較近 那又是一個空放 來看一下這次場上游擊方向的滾地 黃子鵬繼續留在場上投球 也帶著翻譯阮波瑋先生 再跟無動討論 如果今天還是一份他的比賽 那個play就變得非常的關鍵 很重要 然後兩壞 外角的滑球 今天這一顆對誘打者真的有 蠻大的 這樣這手臂也幾乎是平身了 然後做一個球縫線的旋轉 那一路的往外撐 慢動作慢隔去顯現出他的一個路徑 眼睛第一個視線看到 這個球是其實蠻 右打者 當然現在另外一個關注的焦點在於 面對 右打者的深卡球那個路徑 拐進去 有球路 2號3號的滿球術 這個變化球讓王慧晨送到了左半邊 打擊輪到了張志強 今天最強 一個好球沒有壞球 去年的季中選就貴了 拉米古 陸續選進了吳承哲 另外還有黃子彭 這球進來張志強沒有出榜 但竹筍說這是一個好球進雷 讓打者站著不鬥八局打完 仍然保持五分的差距 他的間奏 醫病毒 吉他